冰城新和敖子一又是谁的一男平呢 他们是待在家族时间最长的二代练习生 很小的时候 他们就一起坐在师兄旁边录制 TF少年狗 一起上学 一起练习 一起走过台风四子的时期 在最无助的时候相互陪伴 明目张胆地宠着对方 当时的二代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敖子一有一百种方法可以让冰城新赢 原分让两位小朋友在小学时相遇 初中高中都是同校 他们在十八楼的这么多年里 经历过很多别离 但每一年的生日都不曾缺席 然而最遗憾的是只差一点点 三爷就可以陪伴他的丁儿走完全场了 李飞曾许诺老子一 让他和丁程新一起出道 可是在TIT出道的前夕 却被临时买的机票遣送回重庆 从男团出道变成了影视副出道 一起走过了糊糊沉沉的六年 月亮不会落地 重庆的风吹不散 山城图马 真正想联系的人也不自走散 怎么看待长大都会走散 为什么长大都会走散 我觉得不一定会走散 其实人走散跟心走散是两个人 你如果真的想联系不想走散 还是大多数情况来说 都是这种 人走散现在也是这种 行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